在丹麦哥本哈根动物园 当地时间3月22日 有一头三周前 从莫斯科动物园过来的西伯利亚熊姓老虎 护向了动物园内的一只母老虎 经过一番鸡斗后 母老虎被咬成重伤 最终不治身亡 据悉 原方是打算让这只信任的熊虎 和原类两只四虎完成船中接待任务的 为了培养感情 把三头老虎放在了同一个园区 只用栏杆进行了隔离 没想到发生了悲剧 视频配色于3月23日 一点安徽合肥 陈紫薇是安徽大学化学专业大二的学生 自己制作出了水乳 面霜 保湿水 洗面奶 燃发剂等产品 陈同学表示 样子可能没外面好看 但效果是差不多的 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复制进行一些调整 现在制作的产品还是会有些瑕疵 只能慢慢探索进行改进 我们来听听室友是怎么说的 感觉比较好 因为我不用花钱 毕竟是他做的比较放心 虽然我室友这个人不太靠服 但是他做的化妆品还是靠服的 3月26日 广东梅州警方接到了一个报警电话 报警人称 自己上小学的孩子 在路上被陌生人强行拉上密报车 索性并未得逞 于是警方立即展开调查 除了了解到孩子没有收藏痕迹 但是作业本全部丢失了 课本也被撕毁了之外 没有找到任何有关犯罪嫌疑人的线索 最后孩子自己说出了真相 因为自己不想写作业 但是又怕被家长和老师责骂 才编造了自己被绑架的谎言 3月25日 在湖北武汉 董某因为盗窃车内财务被捕 在派出所内 董某拒不交代自己的犯罪行为 董某称 自己从小怕冷 担心被送到看出所后会冷 于是民警送来了一套秋衣秋裤 董某立某穿了起来 很感动 然后承认了自己放下了 实际起刀切按键 台湾最新一项研究发现 如果把死验老鼠连续7天 每天12小时 治愈难关环境中 老鼠的死网膜会出现病变 由此进行推论 人的眼睛如果长时间接触难关 两年就会出问题 长期可能会导致失明 医生建议 每天使用电子产品时间 不要超过10个小时 避免在光性恶劣的环境下看手机 广东企业家陈生 为了回报乡里 在湛江 穗西县 关虎村 花人两亿建了258套别墅 责送给乡亲 但是因为分配问题 一期的房子此时没有送出去 比如有些村民认为自己的子女 已结婚或者要结婚了 希望能再多分一两套 有些户口已经倾往外地的原村民 也希望能回村分房 甚至有些原本可以交付的别墅 也连续几天造成恶意破坏 这些别墅能否安全计划分配 也成了问题 陈生表示 只要一回去 每个人都会提各种问题和要求 所以干脆就不回去了 这是一名国外摄影师 拍摄到的 一直正在捕捏的雪橡 它会用眼睛 老老索利猎物 主要捕食女鼠 偶尔捕食野兔 鸭等大型猎物 祝君到了中午的替身洗脑环节 我有一点怀疑涂灶 说吃中饭的时候 他自己吃没吃 中饭肯定要吃 否则下午不好过 大盘鸡正好吃 炸酱面正好吃 不知道该说什么 记得吃中饭